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山西大同的云钢石窟 它离大同的市区 就是平城区大同古城这一片呢 是向西走16公里左右 这个地方呢叫五州山 五州山呢有一段山岗叫云岗 所以我们开凿在五州山云钢这边的石窟 我们就称之为云钢石窟 它是开凿于北魏年间 距今是1500多年 现目前呢是一个国家的5A级景区 也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目前我们云钢石窟的门票是120块钱一个人 进来了以后 大家从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啊 就是我们这个寺庙的最头上 才是我们整个进景区的大门 进来之后呢 您可以穿过一对类似于迎宾大道的一段路 然后进入到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寺庙 我们这边免门票的范围 还是常规化啊 免门票您带上您的证件 六十以上的老人 一米二或者是六周岁以下的小孩 残疾人现役军人 这几大类我们带上证件来 依旧可以免门票进来参观 从这进来之后 我们要走上一段 房谷的建筑 这是一个寺庙 这个寺庙呢叫什么 叫林岩寺2008年以后才在这修建 附建起来的一处房谷建筑 还是非常不错 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进来云钢石窟的时候 一路从这参观进来 或者是呢您出去的时候 一路从这呢参观出去都OK 那这边呢是一个人工湖 后期在修建它的时候是挖起来的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来欣赏欣赏美景 然后边来听一听云钢的这个故事 边走呢边往云钢石窟的主窟里面去 咱们从这进来之后 大家就会看到 这就是云钢石窟入它的大门了 在这个之前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呃 碑刻 石刻 这个呢是我们卫碑的number one 大家都知道卫碑的书法非常的漂亮 这个是属于卫碑里面 比较有代表性的 它不是圆碑 圆碑很小 圆碑只有一尺 非常的小 上面有一百一十个字 这个呢是在北魏时期 一位叫谭妹的 一位比丘尼 比丘尼是什么呢 比丘尼就是尼姑 我们僧人和尚呢叫比丘 比丘尼就是女性 这个人呢叫谭妹 入佛之见 我感觉把它倒过来读也能读得通 于至上求佛法 以悲下 化众生 咱们就进去了 进入到我们云钢石窟的核心区域 进来之后呢 从这个位置开始 我们现在站脚的这个位置开始 一直往前 它线 这边是东 那边是西 东西绵延 是一公里 刚好一公里 它是坐北 朝南 背靠山 脚灯川 前面其实原来有一条河 东西绵延一公里 开凿的石窟 我们有大小的窟 砍 共计254个 大型的洞窟 是45个 分三期开凿 东边的这一片 它是第二期开凿 最开始开凿的呢 是前面谈要五窟 那个是第一个开凿的 然后再往西边是第三期 第三期就是 北魏迁都以后 由民间的这些乡生们 在那开凿起来的石窟 总共呢 有59000多尊 大大小小的佛照像 非常的庞大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条路呢 已经是后期修复好了的 但是我们这保留了一小段 朋友们来 保留了一小段 原来早期的那个路 前面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独轮的车印 深深的车折印 这边呢 还有一个 你看这个车折印啊 包括应该旁边也有 这个车折印表明了 这个位置曾经一度十分繁华 那当年为什么要修在这 就是因为它是一条关道 过上过下 很多老百姓都要打这走 所以才把它修到了这个位置 云钢石窟应运而生了 云钢石窟从公元的460年 建到了公元的525年 前后一共是65年的时间 修建起来的云钢石窟 它是四大石窟里面 开凿时间最短的 才用了60多年时间 敦环的墨高窟 还有麦基山 还有龙门石窟 其他三座石窟 修建的年代 开凿的年代 全部都超过了1000年 这些木制建筑 包括彩绘 清顺制年间的 公元的1651年的 里面这一尊照相 大家看一下 结家福座 然后呢 手上是禅定印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云钢石窟里面最高大的佛像 虽然是坐着的 但是它高达17米 非常宏伟 可好看了 我们五库呢 是属于最大 最宏伟 因为我们整个云钢石窟里面 最高大的佛像 就在五库里面 那您要看到最繁琐 最豪华 最漂亮的 您在哪一个看呢 您在第六库看 第六库您就还没有进到窟里面的时候 您刚好在门口 您就能够看到非常的漂亮了 对吧 那我们第六库里面 其实左右两边 它是一个中心塔柱窟 也就是进去之后呢 您可以围着它绕一圈 然后出来 在四周全部都有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样子的精美的壁画也好 还是呢 我们的石刻艺术雕树也好 都有很多 里面是富丽堂皇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儿呢 是第六库 这是属于我们整个云钢石窟里面 最富丽堂皇 颜色最丰富 最漂亮 人物故事最复杂的一个库看 就在这儿 第六库和第五库呢 它们是一个双生窟 所以您可以看到包括前面 后期在清顺之年间修建起来的这个窟园 前面的这个古建筑 它其实也是双生 一模一样修建起来的 这是五窟和六窟 那七窟和八窟 它就没有五六和后面的九到十三的 啊 这些窟看那么华丽 它相对来说要简单的多 我们这种双生窟里面 所有的这些佛像 大部分它的造像呢 都是两两相对 因为它是代表那个时候的一个政治态势 北魏孝文帝时期 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是冯太后在执政 因为孝文帝当皇帝的时候只有五岁 那个时候是属于二胜病例的时期 所以它也是一种政治的体现 您能看到很多的主库刊里面的主库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两两相对的双生窟 来往上走啊 大家一定擦亮你们的眼睛 开始哇帅呆了 酷壁了太好看了 太宏伟了 开始感叹吧 你看大部分都是两两两两 这儿呢就还有很多受西方古建筑的一些影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不是中式的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还不一定能够看得到 我们中式的仿木制斗拱结构这样子的史雕 它是七八窟是最早开凿的 就是中期最早开凿的 湿湿水的史库 所以它还没有太多中式的东西结合进来 我们这边啊 我跟大家说一说 您能够看得到那种明显的头部被戳走了到 就是非常明显头部完全没有了 或者某一个部位完全没有了到 那种枯看就是在上世纪 那几十年的时间被鬼子还有其他的人给盗走了的 来我们看完七窟之后呢 我们往八窟去 这就是第八窟 他们是一个双生窟 同时开凿 也是属于二期工程里面最早开凿的 你看中间这个完全看不到了 没有了 就像那种啊 跟朋友们说一说 就像这种 完全一点都没有了的 就是被人撬走了 没了 被人倒走了 但是现在流落在哪儿 不得而知 来我们再抬头望啊 抬头望 这是大同的云钢石窟 哎哟 那有一只鸽子在那住窝 来 看到鸽子了吗 和谐共生了 多好 鸽子在那歇着呢 刚好在他的脚脚处 歇着呢 左右两边啊 左右两边 大家看一下 头上 你看 头上也有很多彩绘 这些丢走 确实非常不容易 那这些石窟是怎么丢起来的 怎么找出来的呢 一会儿呢 我走到我们早期的石窟 谈要五窟的时候 我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些石窟究竟是怎么样 找出来的啊 前面这些窟呢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看一看 因为有些进不去啊 很多都咱们都没法进 能进的呢 这些又说实在的啊 看点呢 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那咱们呢 就往前走 带大家一路去看一下 我们早期开凿的谈要五窟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从这开始 一直到第十三窟 一直到第十三窟 这儿呢 是九窟 十窟 十一 十二 十三 这个五个窟呢 被称之为五华洞 谈要五窟啊 谈要和尚的名字 就在这儿 他当年 被 拓跋逊的马 马石善人 咬到他的袈裟 认识了拓跋逊 然后交谈之下 认为这个僧人确实 比较厉害 所以拓跋逊当即委任他 为沙门统 来统领整个 当年 北魏时期的这些僧人们 那这个时候 他就给北魏啊 就给拓跋逊就献 献了一个主意 说你要在这儿弘扬佛法的话 就在我们这一条 很繁华的关道上 找个地方开石窟 因为他是从北梁过来的 麦记山石窟 包括墨高敦煌窟 比他建造的年代要早 比这建造的年代要早 因为这个和尚 本来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他也知道 开凿这样的石窟 对于当地的老百姓 以及当时的这些政治家们 有多么深远的意义 所以他就给拓跋逊 见了意 说我们在这开凿石窟吧 拓跋逊当然 轻然应允 给了他大量的支持 人力物力财力 举全国之力 开始在这来开凿 这样子的大型窟看 在这的话 我跟大家说上一说 我们弹药五窟 指的是哪五窟呢 这边是20窟 这边是19窟 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边是18窟 那个位置是17窟 然后在那个最边上的呢 是16窟 这个就是弹药五窟 当年最早的时候 开始早 云当石窟时候的 最早建筑 其中最早当中的中心窟 最早的那一窟呢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窟 来 跟大家把镜头切大啊 看到没有 上面的这个群众演员们 你看每一尊都笑得非常的 甜淡那种感觉 对吧 一个一个的 您看到它之后 大家就会觉得心情十分的平静 最美微笑 这一路还有很多寺庙 包括我们的顶上 头顶顶上其实是平的 这上面也有很多寺庙 原来就有十几处 庙宇 然后也有老百姓在这住 后来慢慢慢慢的才清理了 然后到现在才形成了 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较大型的 一个园林式的一种景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